好,那么在往下呢,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就是FastDFS的一个安装,那么这个安装的话啊,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个包里面呢,哎,它里面有这样几个东西啊,首先我们给大家说一下,第一个你需要安装的是什么啊,那这个文件,它就是这个FastDFS的,哎,它的一个代码文件啊,它一个代码文件,然后呢,这里面还有一个文件叫livefastcommonmaster.zip,那么这个呢,在安装的时候, 你首先呢,你需要呢,去安装这个文件啊,这个文件,这个去,这个是,这个文件里面呢,是上面FastDFS依赖的一些包,你需要先把它依赖的包呢,给它安装好啊,就在这里面,在我们这边呢,首先你需要呢,去解压缩这样一个文件,然后呢,进入这个文件里面,去执行这个make啊,那么本身呢,它是这个C元写的,你make呢,需要C元编写的这个文件呢,你需要进行一个编译啊,编译完之后,那么 make instant呢,去安装这个FastDFS所依赖的包啊,这是第一步啊,先安装FastDFS依赖的包,然后再往下呢,安装完FastDFS依赖的包之后,上面呢,就是去安装这个FastDFS啊,安装FastDFS,这个文件呢,就是FastDFS这个包,那么把它解压缩,解压缩之后呢, 进入这个目录,进入之后呢,那么也是呢,先去编译,编译完之后呢,再执行这个秘密呢,进行一个安装,进行安装啊,那么你这样安装呢,完之后,哎,你的FastDFS呢,你就安装好了,安装好了之后呢,那么,下面需要做什么呢,需要呢,去进行一个配置啊,进行一个配置,那么配置的话,就对应着啊,需要配置两个地方,首先呢, 你需要配置这个,跟踪服务器,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,TrackerServer啊,TrackerServer,那么这部分呢,TrackerServer的这个,配置文件呢,你在安装好之后啊,在我们的,ETC下面呢,FastDFS里面有一个文件啊,这个文件呢,叫做Tracker.config.simple啊,这是TrackerServer,配置文件的一个样例文件啊,一个样例文件,你需要呢,把这个文件呢,给它,拷贝一份,拷贝出来的名字呢,叫做Tracker.config啊, config啊,OK,然后呢,就在里面呢,把这一部分文件,拷完之后,下面呢,在你的,加目录下方呢,去创建一个目录,创建一个目录呢,FastDFS这个目录,目录下面呢,再创建一个,Tracker目录啊,Tracker目录,然后呢,开始呢,去编辑这个,Tracker的配置文件啊,配置文件,那么在这配置文件里面呢,你需要改一个地方,改的地方呢,就到,Base,下方线,Pass啊,然后呢,给它指定一个路径,这个路径呢,就是我们刚刚, 创建的这个目录啊,那么这个呢,我们给大家在这边看一下,就是在我们这边,哎,我们在这里面,把这两个先缩小一下啊,OK,那么,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个,讯息里面啊,在我们这边,哎,在这里面啊,CD,那么CD,我们直接CD-ETC,啊,我们的ETC,里面的一个FastDFS,然后在这个下方呢,你会看到一个文件,对吧,那么本身啊,这个,有一个, 叫做Tracker.Config,啊,这就是Tracker Server的配置文件,你打开它啊,CD,VI,然后呢,Tracker.Config,那我们说在这里面呢,你需要配置的一个地方啊,好,那么在这里面呢,有一个BasePass,好,BasePass这边呢,这个BasePass的路径是干嘛的呢,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啊,它呢,是设置啊,你要,它的Tracker呢,需要呢,去保存一些信息,也会保存一些日志文件啊,那么这个目录呢,就是设置,这些, 信息和日志文件呢,存在这个目录下方啊,这个目录下方,OK,然后呢,这是这个啊,然后再往下呢,我们要给大家说的,就是两个东西啊,这两个呢,你看到有一个叫做BundADDR,这个BundADDR呢,通过这个配置项,你就可以指定啊,你启动这个Tracker之后,这个Tracker绑定的这个,地址呢,是什么,然后呢,你注意上面有一个介绍啊,如果你是空的,你不写的话,对吧, 只要是本机的这个地址,它都绑定啊,它都绑定啊,就BundADDR等于空,然后呢,再往下呢,我们要给大家再看一个Port,对吧,这个Port呢,就是对应的,这个Tracker server在启动之后,它监听的这个,端口号啊,默认的就是,221,22啊,OK,那么这是我们的,Tracker啊,它的一个配置,配置完这个Tracker之后,下面呢,你还要去配置这个, 这个,存储服务器,也就是这个,Storage啊,那么这个Storage呢,在我们这边配置呢,也是啊,先把这个Storage啊,它的配置文件呢,样例文件呢,做一个拷贝,拷贝到哪里面呢,拷贝到这个,Storage Convict里面啊,Storage Convict里面,然后呢,我们在上面的这个,FastDFS的目录下方呢,再建一个文件夹,叫做Storage啊,Storage啊,好,建完之后,下面呢,就编辑这个Storage的, 配置文件,编辑完之后啊,你注意在里面呢,需要改一部份内容,对吧,改一部份内容呢,几个关键内容,Base Pass,Storage Pass,还有这个Tracker Server啊,Tracker Server,那么这个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,速度VI,然后呢,叫做Storage.Config啊,Config里面,那么你注意这个Bundle ADDR呢,也是啊,绑定本机的所有,然后呢,在里面呢,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,Base Pass啊,这个Base Pass呢,跟我们刚刚的这个, Tracker Server其实是一样的啊,它里面呢,在这个里面,它会保存一些信息,还有这个,日志文件啊,所以呢,我们在这里面指定了一个,目录啊,指定一个目录,然后,再往下呢,还有一个我们说的这个,Storage Pass啊,Storage Pass,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,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的就是,我们说最终啊,在FastDFS里面,是由这个,Storage Server,它来保存这个文件的,对吧,那么,它来保存这个文件的时候,你上传一个文件,最终这个文件,最终这个文件, 它要给你保存在哪里,这个目录呢,就是通过这个,Storage Pass啊,来指定的啊,所以我们这个文件呢,最终是保存在我们的,Home Pass下面,FastDFS里面的这个,Storage啊,下面啊,下面,哎,这是,配置啊,你的文件保存在哪里,然后呢,还有一个呢,这个配置下的,关键的地方呢,就是这个,Tracker Server啊,这个Tracker Server,那么,你要,Tracker Server呢,它是管理这个Storage的啊,所以呢,你这个Storage是哪个Tracker, Server管理的,你需要呢,写上这个,Tracker Server对应的这个,IP,还有这个,端口号啊,还有这个端口号,那么,这是这一部分啊,当把这一部分,哎,也配置完之后,那么,对应的这个,Storage,哎,对应的这个,Tracker Server和Storage Server的配置文件呢,我们都做好了,做好了之后呢,下面呢,你就可以呢,去,使用这个命令呢,分别去启动我们的,Tracker Server,还有这个,Storage Server啊,那么,这一部分的话,你注意啊,在这里面,其实呢,我们这里面已经启动了啊, PSUX,然后呢,写上个GREP,Fuzz,DFS啊,那么,这里面呢,其实已经启动了两个,一个是这个,Tracker的,对吧,启动Tracker Server,一个是这个,Storage啊,是启动这个Storage Server啊,你使用这个命令就可以把它来启动,好,启动完之后啊,然后呢,你下面你需要做的就是,测试这个安装呢,是否成功,那么,这一部分的话啊,测试安装是否成功的话,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客户端,那么,你还需要有一个,客户端的配置文件啊, 所以在这里面呢,也是呢,把这个ETC,FDF,Fuzz,DFS下面的这个客户端的配置文件的一个,视力文件啊,把它拷贝成这个Client.config啊,然后呢,去修改这个Client.config,在这Client.config里面呢,你需要修改的内容呢,其实呢,包括哪几部分啊,Base Pass,还有这个Tracker,Server啊,还有这个Tracker Server,那么,这个我们给大家看一下,速度,VI,我们的Client.config,那么,这一部分的话,首先这个Base Pass,对吧, 还是呢,它呢,会保存一些日志文件,你要指定这样一个,目录,对吧,你要指定一个目录,给它去保存这个日志文件,然后呢,这里面有一个,叫做Tracker Server啊,Tracker Server,那么这个Tracker Server,什么意思呢,在我们这边,我们说,Client,在上转文件的时候,它是不是要连接到一个Tracker Server,对吧,它到底要连接到哪一个呢,你需要在这里面给它,指定啊,指定对应的Tracker Server啊,那么,我们刚刚启动的Tracker Server呢, 其实呢,其实呢,就是2122对应的这个地址,对吧,所以我写的是它啊,写的是它,OK,那么,把它写完之后,哎,这个Client里面呢,你也做完了啊,做完了之后,下面呢,就可以进行这个上传文件的测试,那么,这一部分的话,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啊,就是,怎么进行上传文件测试啊, 本身,你在安装完FastDFS之后,FastDFS给你提供了一个上传文件的命令,这个命令呢,叫做FastDFS,下货线UploadFile啊,这是你安装FastDFS之后,它已经给你提供的命令啊,这个命令呢,就是我们在这里面,我比如说在这边上传一个啊,FastDFS,然后呢,叫做UploadFile啊,这就是上传文件的命令,然后上传文件命令之后呢, 你在去上传的时候呢,你需要呢,去指定你的这Client的配置文件在哪,Client的配置文件在哪,就是在我们的ETC下面呢,FastDFS里面的Client.config啊,那么,这样的话,你一敲这个命令,你指定这个配置文件啊,它上传文件的时候呢,它就会去连接,你这Client里面指定的这个TrackerServer啊,TrackerServer,然后同时这个命令后面呢,你还要跟上,你要上传的是哪一个文件啊,你比如说我们这里桌面上有一个文件啊, 我要进行一个上传啊,我就是,哎,这个,Bellon号下面有个Desktop,Desktop下面有个Fruiter.gpg,对吧,比如说我要上传它,你就这样,你直接一敲回这啊,它呢,哎,最终呢,就会给你返回一个东西啊,这个返回的东西呢,就是它给你返回的这个文件的ID,文件的ID啊,就是在它的这个系统里面,它最终呢,保存这个文件的时候呢, 这个文件的名字呢,就叫做它啊,就叫做它啊,就叫做它啊,OK,那么,其实呢,它保存在哪里呢,哎,这个你可以去看一下啊,我们在这里面,我们刚刚说了啊,CD这个HomePath下面,我们建了一个FastDFS,对吧,FastDFS里面呢,有个FastDFS,你在这里面,你可以看到一个Storage啊,我们刚刚配置那个Storage的配置文件的时候, 我们说指定的这个Storage Pass呢,就是这个目录,哎,就是这个目录啊,就是这个目录,就是这个目录,在这个目录下方呢,哎,它呢,这个Data里面啊,就保存了你文件的数据啊,但是你注意,你进入这个Data之后,哎,你并不能直接去看到这个文件啊,因为它这里面在启动的时候,它会把这些东西呢,给你做了一个相应的,哎,建了很多文件啊,那你注意这个东西呢,其实在哪呢,其实呢,就是group后面这个,哎,00,对吧,M00,然后呢, 哎,00,你往后找,你就可以找到这样一个东西啊,找到这样一个东西,OK啊,这是它的一个上传啊,当你看到它返回这个内容之后,哎,这个就是,它上传之后,给你返回的文件的ID,说明你这个文件的能上传成功,那么你这个FastDFS呢,也是可以呢,去用的啊,可以去用的,OK,那么这是我们给大家看的,这个FastDFS它的一个安装配置啊,